樱花高吻龟富裕有偿 在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 最新调查报告中显示 已经达到1万多位 突破历史新纲的记录 为了方便游客观察 雪霸处在七家湾西 上渔台架设了水中摄影机 游客只要扫描QR Code 或者是上网 就可以随时观察 樱花高吻龟悠游在水中的实况 樱花高吻龟在水中孵化 慢慢长大 到现在成群在溪流中追逐觅食 这是雪霸处自成立以来 最引以为傲的保育成果之一 而如此珍贵的画面 游客如今只要手机扫描QR Code 或是透过网路 就能随时观察樱花高吻龟 在七家湾西的实况画面 七家湾西是禁止进入 一般游客是不能去的 所以后来我们管理处在观影台 农场那边有一个观影台 那个地方可以看到樱花高吻龟 雪霸处表示 虽然507加湾西设有木栈平台 是近距离欣赏国宝渝 樱花高吻龟的最佳景点 不过经常因为天后状况 让游客与高吻龟擦身而过 如今有了水中摄影机 不但能记录河床变化 并观测于群动态 还能让民众同步欣赏 在去年我们整个统计 算是到历史的最高峰 大概有一万两千五万多位 除了七家湾西之外 雪霸处也透过保育人员 长途跋山涉水 在海拔约两千六百二十公尺 高的河湾西上游 为樱花沟稳龟找到第二个家 并且连续两年观察到 总数已经达到了一万多位 证明保育奏效 樱花沟稳龟已经可以自我繁衍了 记者张欣杰苗里报道 请订阅